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于一本书的后继 那么他的作者是唐朝的 他的作者是李格飞 这个李格飞是这里写错了 李格飞生族的时代应该是宋朝 宋朝的李格飞 李格飞是吉南人 吉南人就是山东吉南人 他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 然后是著名词人李清照的父亲 可能提到李清照我们都知道 这是李清照的父亲 然后曾经登进士科也考上了进士 官至汉林学士 这是他写的篇文章 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洛阳处天下之中 意思是说洛阳这个城市 处在全国的正中间 中心就是河南 当时的中原地带的中心 携肖勉 携肖勉之祖 肖呢这里边肖指的是小山 有的地方读摇山 也在今天的河南 这个叫勉 勉呢指的是勉池 也是古代的地名 也在河南 这两个都是地名 这个肖勉之祖 当勤隆之晋侯 而赵魏之走吉 该四方必争之地 这第一句话先点出了洛阳的 重要的地理位置 洛阳处在全国的中心 然后他挟持着小山 免持的贤祖 然后当着秦帝和隆帝的要害 这个晋侯呢 指的是要害之地啊 要害之地 又是赵帝和魏帝出入的必经之路 走吉 这个走吉的本意呢 是指这个争相奔走 相互集会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 引申为出入的必经之地 也就是赵魏 这两个两地的必经之路 所以盖四方必争之地 那么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呢 洛阳是四方啊 必争的啊 必争之地啊 就是他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天下当无事则已 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那么天下太平无事便罢了 如果有事 那么洛阳的必先会受到冰灾啊 冰灾 因为他地理位置很重要啊 欲故常曰 洛阳之胜衰 天下治乱之后也 那么我曾经说到啊 我曾经说到洛阳的兴衰 兴盛与衰败 乃是天下太平和动乱的争后 后呢 可以是争兆争后啊 也就是说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洛阳啊 洛阳这个地方啊 可以啊 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出来天下的太平和动乱啊 以一夜之秋啊 唐贞观开源之间 宫卿贵气 开管列地于东都者 好千有余地 这句话是唐代的贞观和开源年间 宫卿贵气啊 这是一种人啊 很有钱的啊 当大官的啊 贵气 在洛阳修建这个管设和府地的人啊 管设和府地 就是开管列地于东都者啊 就在洛阳的号千有余地 那么大概有多少呢 那大概有一千多户啊 大户人家都住在这里 极其乱离啊 极其乱离 既以五纪之库啊 那么等到他发生战乱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四处逃散 接着呢 又是五代十国的时代 非常残酷的这个战祸啊 五纪啊 指的是五代十国 那么那个是个很战乱的年代啊 那么经过这样的战乱 洛阳变得怎么样呢 其池塘诸树 冰车柔醋啊 这个字念醋 废而为秋须 那些池塘诸树啊 都被冰车柔令啊 荒废成了土堆啊 高亭大蟹 烟火焚疗 化而为灰烬 那么所有的高高高的亭子 还有大大大的蟹台 然后被烟火啊 都焚烧掉了 化为了一片灰烬 与唐共灭而聚亡 他跟唐朝一到灭亡了 一处也没有剩下 叫无鱼除矣 欲故常曰 原有之兴肺 洛阳生衰之后也 那么呢 我曾经又说了 我又曾经说到 原有 就是这原林啊 原有的兴肺啊 是洛阳兴衰 兴盛与衰败的 征后和征兆啊 然后接着往下看 且天下之治乱 后于洛阳之圣衰而知 洛阳之圣衰 后于原有之兴肺而得 则明元祭之作 欲其突然灾 这个的意思是说 呃 这段的意思是说呀 然后既然天下 他的且天下之治乱啊 那么既然天下的太平和动乱 看了洛阳的兴肺啊 呃 与衰败就可以知道 那么洛阳的兴肺与衰败呢 看了原有的兴肺与衰败就可以知道 那么洛阳明元祭的传述的写作 我难道是白白花了功夫吗 啊 就是他这是应该做的一本书啊 他其实讲了他做这本书的初衷啊 做这本书初衷 乌乎公卿大夫 方进于朝 放乎一己之思 自为之 而望天下之治乎 欲退降此得乎 唐之末路事业 呃 乌乎是感叹此爱的意思啊 然后公卿大夫们呢 正在朝廷当权的时候 如果放纵一己的私欲 只知道为了自己 却忘却了天下的太平和动乱 而且想要退回来 享受着园林的轻浮 能办得到吗 也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如果国家都不存在了 你想回来再想轻浮 这是办不到的啊 唐朝的末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唐朝的灭亡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以这里边呢 他点出了他的这个利益啊 就是告诫清大夫啊 不可图一己之私 而忘记天下之治乱 因为先有大家 然后才会有小家啊 才会有小家 这个要特别注意 所以在书 在整个篇文章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从园林的心肺 我们可以看出 洛阳的兴衰 然后从洛阳的兴衰 我们又可以看出 天下的治乱 那么就是要最后提出一个告诫 我们不能图一己之私 而忘天下之治乱 所以他利缴点很小 但是利益呢 非常的高远啊 高远 那么根据宋史的记载 这篇文章刚刚面试不久 洛阳呢 就被金兵所攻占 然后当时的人都称李歌飞啊 呃 说识人为之之言啊 就说李歌飞这个人呢 好像有能够预测的呃 功能啊 之言 就是这篇文章啊 刚刚写完不久 然后呢 洛阳就被金兵攻陷啊 这是这是李歌飞的这篇文章 我们呢 就讲到这里 嗯